時間到的條 現在我們是國際主播黃聖凱 好 聖凱 我們其實關心這連累的破季 爐高溫 加上異常乾燥的冬季跟春季 非常嚴重的乾海 侵襲在歐洲 很多主要的河流 它不僅僅水位低了很多 其實它面臨是河川 水量不足 造成到航運的中斷 還有無水灌溉 這些種境 好 尤其是現在因為烏尔戰爭 所以整個能源的危機都爆發了 那現在光是在德國蘭茵河 它的運載量呢 就只剩下原本的40%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這些煤炭啊 或是天然氣的相關資源 運到德國是有點困難 可能就會惡化這個能源危機 好 這些狀況呢 的確讓人非常的憂慮了 而且過去的兩個月之內 其實西歐 中歐 南歐這些地方 都沒有什麼降雨 未來三個月內也是評估 持續乾燥的可能非常高 沒有適量配套措施 恐怕會繼續惡化 好 現在德國已經宣布了 他們會用鐵路來代替這個航運上的運線 接著到條 馬上你看到 現在歐洲鬧乾旱 那到底有多乾呢 專家說這可能是這五百年來 最嚴重的乾旱 首先我們來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美國太空總署NASA 它從空中拍到的英國 那我站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英國都是綠綠的 那在另外一頭 這才剛過一個月 你可以發現在右下角的部分 有一大塊都已經變成是咖啡色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乾旱的關係 讓這個原本的綠草都完全的消失 那這些乾旱的危機 不只是造成這樣的一個景象出現 它其實也已經影響到各地的旅遊業 我們現在就要帶你看到法國 過去很多人會到這裡來租船 進行相關的水上活動 但是因為現在整個乾旱的問題太嚴重 這個水位太低 也讓這些租船業者 他們的業績減少了一大半 這個水位太影響了很多 在旅遊 特別是在我們的區域 今天 這影響影響到各地的商業 近來的水 然後開始秋月 我們失去了 超過一半的客戶 必須的 必須感受到 在所有區域的公司 除了旅遊業受到重創之外 其實更嚴重的是 這個乾旱讓整個河流的水位過低 包含在歐洲的萊茵河跟多瑙河 這些本來都是歐洲重要的水上航線 那現在他們的航運的運能 已經受到嚴重的影響 其中這個彭博社就報導 在8月18號以前 萊茵河的水位可能會降到 只剩下30公分 那這樣一個水位這麼的低 可能就會讓煤礦跟柴油 這些重要的能源 就沒有辦法透過萊茵河來運送 可能會讓這個能源危機 更加的嚴重 再加上這個歐洲的野火旺季 根本都還沒結束 放眼望去原本應該是整片青草地 卻只剩黃沉沉的沙地 倫敦足球場無疑是歐洲旱災的警示場面 英國今年7月的降雨量只有23.1毫米 創下1935年以來的最低值 而且只剩歷年7月平均值的35% 熱浪旱災雙重夾擊 光在倫敦就至少有80座足球和橄欖球等草地 運動球場 乾道完全長不出綠草 英國衛星圖揭露驚人畫面 6月還是一片綠油油的大不列顛倒 到了8月中南部和東部竟然有大片土地光圖圖 貫穿倫敦市中心的泰晤士河照理說要長年游水 但今年部分河段竟然完全乾涸 你可以看到水位非常低 我們希望水位會更高 冬夏因為是太 gäbe 全長約356公里的泰晤士河 水到沒水民眾灌溉出問題 農作物產量大減 畜牧業大受影響 不得不先搬出東季飼料擋一擋 专家分析欧洲很可能正面临50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欧洲主要河川也出现危机 包含德国最大的水道莱茵河 预计这几天将到达极低水位 干旱助长野火火势烧不停 西班牙今年已经烧掉超过26万公顷的土地 爆发至少380场野火 高居全欧之冠 欧洲各国出招节能减碳 法国要求开冷气的商店不得敞开大门 以免造成百分之二十的能源消耗 新法上路巴黎警察上门劝导 为了抢救地球 现在在法国开冷气 如果不关门 小心最高可能被罚超过新台币两万元 近新闻无论一带右任报道 回到全球道的条 我们接着带观众朋友回到一年前 当时是二零二一年的八月十五号 当时塔利班呢 他成功的攻下阿富汗的第二大城 第三大城还包含了首都喀布尔 他重新夺回阿富汗的权力中心 而你还记得接下来这个画面吗 这里是一年前当时的喀布尔机场 你可以看到这现场是挤满了 想要逃出阿富汗的民众 最主要呢 他们就是害怕塔利班重新夺权之后 整个阿富汗这个国家的人道危机 它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但是这一些大部分的阿富汗人 他们都没有逃出去 那一年过去了 他们过得还好吗 我们先来看到一个数字 一千九百万 现在整个阿富汗 整个国家有一千九百万人 身陷在粮食的危机 再来就算你够有钱 你可以买得起相关的粮食 但是你买的东西 包含食品跟能源的价格 几乎都涨了百分之五十 再加上整个国际社会 因为塔利班重新夺权 他们几乎冻结了 对阿富汗的人道援助 所以整个经济的状况 跟人道危机 状况只会更加的糟糕 那除了经济之外 塔利班政权下面的女性权力 他们的遭遇更惨 从塔利班夺权之后 他们针对女性 颁布了好几十项的禁令 有人呢 他就从政府的高层职位 被革职 有人连学校都不能去 那驾照不能考 旅行也不行 甚至在有一些区域 如果你没有男性的家人 陪你的话 你连家门都不能踏出去 那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陆陆续续都有女性 像你画面上看到的 上街头抗议 包含就在八月十三号 好 你可以看到 大约是有五十名的阿富汗妇女 她们罕见地走上了 喀布尔的街头抗议 而就在她们高喊 相关的口号的同时 现场突然传出了枪响 原来就是这个塔利班的武装人员 她们对空鸣枪 想要吓阻这些妇女的抗议者 有一些人她们来不及逃 就被塔利班以枪托追打 好 接着来看到埃及 在昨天埃及吉萨省的阿布西芬教堂 当时其实有大概五千人左右 在这一个教堂参加弥撒的活动 但是突然呢 因为这个电器设备故障 爆发了火灾 而且这个火势是完全的 把教堂的入口封住 现场的民众他们都黄了 好 这起教堂火灾呢 因为当时大家忙着逃生 引发了踩踏事件 尤其我们刚刚看到在四楼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儿童在那当地的 这个托儿区的地方 所以目前传出至少有四十一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都是未成年的儿童 那另外呢 还有至少四十五人受伤的消息 我们最后带你看到 在八月十六号 美国在美国当地呢 印度裔的作家鲁西迪 他遭到二十四岁的凶嫌 哈迪马塔尔持刀攻击 那这鲁西迪他的状况 是一度严重到 他需要靠呼吸器来维身 但是根据他的儿子的最新声明 目前这个呼吸器已经拿下来 那鲁西迪他可以正常的说话 同时他儿子也说 这个鲁西迪爱开玩笑的幽默感 其实都还在 所以请大家不要太担心 那这起事件呢 也让很多人都站出来 抨击这个二十四岁的凶嫌 包含你画面上看到了 这个JK Rowling 他就在个人的推特 发出了谴责 但是没有想到 他却收到了网友的死亡威胁讯息 这讯息就说呢 这个JK Rowling你不用太担心鲁西迪 因为你就是下一个 那现在英国警方也针对这一则留言 进行相关的调查 以上是这件全程稍微调查 把现场交给主播